從護衛生是最能夠預防疾病保護健康的一個簡單有效的策略 但是很高興我們今天張機把這個策略真的落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今天我看到我們的社會醫療長所率領的團隊 跟中光店的合作有這一套虛擬洗手引導系統剛才我們試用了一下 非常的好 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曾智惟的這個魔鏡 今天我們在這裡大家來響應這個活動 我想這樣就能夠過時來保護我們的健康 今天是智惠財產權日 我們很高興今天舉辦我們的一個產品的一個說明 我們張機在128年來有100多項專利 在總院長陳穆寬教授的領導之下 每年還能夠產出十幾項的專利 最後總共有十幾項的專利 也成功的計轉產生商品 加回了許多的患者 那5月5號也就是洗手衛生安全日 我們剛好聯合來主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這個AI的一個產品是跟中光店 打工師一同研發 以AI來協助一個洗手的一個六步驟的教學 那這個產生很大的一個微小 我們也在今年參加了感控學會的一個口頭報告 我們得到了一個卓越的一個獎項 非常值得慶幸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的推廣這個教育 讓這個接觸感染減少 很開心這次可以跟張機一起合作 這個洗手助教系統 那當初跟張機合作的時候 也是想說這個洗手衛生 其實是大家都很重視的 除了醫療團隊之外 那我們生活上大朋友小朋友 也都是需要去重視這個洗手這件事情 那這次跟張機合作之後 才知道原來洗手有這麼多的步驟 那要把手洗乾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虛擬洗手助教系統 能夠幫助到各位 不管是生活上或者是在衛生上面 需要把手洗乾淨的朋友們 都能夠透過這個系統 來去達成洗手捷徑的目的 謝謝 我們每天在醫院都在洗手 主觀地認為自己手有洗乾性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手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如果沒有洗乾淨 是哪一個部位沒有洗乾淨 是哪一個步驟沒有洗到位 那在現在我們有一套客觀的磨鏡 它可以告訴我們洗手有沒有洗乾淨 如果沒有洗乾淨 是哪一個步驟沒有到位 是哪一個部位沒有洗到位 今天中午有一個很好的洗手體驗 來讓大家知道洗手有沒有洗乾淨 歡迎各位同工來參加 謝謝 洗手不眷攤 一聚無處長 洗手不眷攤 一聚無處長 精度度用電視 洗手不眠 水